对这个也是一个另外一个同学问题啊 对K12的教育员 你个人觉得我们对下一代的教育方式 要做怎样的调整啊 利拉说知道你对K12教育 你你也是非常有非常关注啊 你你怎么看呢 你觉得他们接下来在这个对家长们来说啊 当然对学校他们会去研究了 家长来说 你觉得我们下一代一个怎么样一个调整 啊这个就是看我们怎么去啊 看到这个问题就是学校跟家长是吧 以及我们这社会三方面啊 那么首先我们看学校 学校的话就说呃 他的反应很慢 他就说跟时代他的脚步的话 他差好几个好几派啊 呃 比如说就说呃 我儿子上高中是吧 像派上是这么重要的辩证语言 他们学校居然没教 他教的是加瓦 而且是一个很老的老师 教一个很老的加瓦 这东西我觉得就就就完全脱节了 跟跟当跟当今的这个技术发展脱节了 那么就是说 那么从家长们的讲来说的 我当然就是希望我我现在的孩子啊 只要他懂写 因为我能够type 那我就可以可以教他变成了是吧 所以这个计算机教育 我觉得可以尽早开始 呃 只要他能懂就可以开始教 像我教我儿子的话 应该他是 出送的时候啊 出送时候我就开始教了啊 啊 啊 那么就是你总是从最简单的学习嘛啊 而且拍上东西的话 你可以把它做得很好玩 嗯 很好玩的东西 这样的话小孩有兴趣 嗯 因为学习的话 我总是觉得这个学习 要把它变成一个快乐的事情 这样的话才有学 小孩才有动力 嗯 那么怎么把这个派上编的学习来更 就更好玩 是吧 嗯 那我当我自己做过一些尝试 也编过一些 编过一些这个课件 嗯 嗯 那么我的感觉就是说 你要把做的足够简单又好玩 那么小孩就能够接受 嗯 然后随着时间的积累 他学的越多的话 他有对更 呃 更高阶的内容 也会感兴趣 这样的话他会 嗯 逐渐逐渐 就是热爱这个东西 嗯 所以我觉得这这种就是比较孩子兴趣 嗯 特别从 这个小孩很小的时候 兴趣是更重要一些 学的知识其实无所谓 嗯 而且就是 因为像GPT 他一个最大的便利的话就是 他可以辅助你 呃 无论是你学习还是辅助你教育 我觉得都有帮助 嗯 嗯 所以所以你认为是对AI AI这个GPT来说 或者其他的AI的这种软件 学Python还是很有必要 非常有必要 因为因为这个主流的 呃 AI应用 基本上都是用Python写的 我应该是用Python的 你学Python是用Python的 我应该是用Python的